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独家出品 四百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楚心的母亲 冯丽荣 小心 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回来了 冯丽荣一边说 一边把目光投向张凡 最终 他的目光定格在了 楚心和张凡牵在一起的手上 这 这是小新的男朋友 小伙子看起来不错嘛 虽然冯丽荣想了很多 但这只是瞬间的事情 楚心穿过门口空荡的位置 拽着张凡跑进了房间里面 一下子便冲进了他爷爷的卧室里 此时 他爷爷正戴着老花眼镜 在摆弄着手机 并没有出事 楚心见此 这才放心了一些 不过 他立刻便转向张凡说 张凡 你快帮我爷爷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凡微微点头 而后便向着楚心爷爷的方向走去 他爷爷提着光头 模样和蔼可亲 脸上也是满脸红光 根本不像是病态 但张凡 但张凡心中很清楚 楚心的爷爷很可能会马上暴毙的 这时候 冯丽荣也跟着到了楚心爷爷的卧室里 小心 这位是 我朋友 楚心看了一眼冯丽荣 而后便满脸紧张地望向了他爷爷 此时 他的心思都在爷爷的病情之上呢 小心 你先出来一下 妈 你先别打扰我 且别打扰张凡 我爷爷病了 听到楚心的话 冯丽荣微微一正 而后又问 你爷爷不是好好的吗 而且昨天去医院检查了 医生都说你爷爷没什么大事 怎么就病了 我爷爷就是病了 张凡已经从我面相上看出来了 而且我爷爷病得很严重 通过和楚心简单的对话 他知道了被他女儿带回家的男孩 叫做张凡 冯丽荣不禁把目光投向张凡 他仔细地思考着 刚才楚心说的话 眉头不由的一皱 从面相上面看出来的 干气儿 这个长得挺阳光的小伙子 是个神棍呢 不行 不能让女儿被这个小神棍给骗了 冯丽荣一步跨进房间里 张凡正在打亮着老爷子的脸呢 冯丽荣一下子横在了张凡的前面 我们昨天去医院检查了 老爷子身体好得很 用不着你看 另外 别想骗我女儿 你快出去 听到冯丽荣这话 张凡眉头一皱 楚心第一次见面冲到了冯丽荣的面前 向他埋怨道 妈 你在干什么 张凡没骗我 他说的是真的 女儿 这世界上哪有这么神的人 你醒醒吧 你爷爷这么健康 这小子明摆着是骗你的 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别跟妈妈当年似的 被爱情冲昏了头 听到冯丽荣这话 张凡挠挠鼻子 看来 这楚心的母亲 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呢 楚心也是愣住了 但是 他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的爷爷 妈 你快让开点 让张凡跟我爷爷好好看看 我爷爷真的有生命危险 他的病情很可能因为你的虎脚蛮缠给耽误了 楚心满脸焦急地说着 把他母亲给拽到一旁 你竟然因为一个男的 说你妈虎脚蛮缠 你太伤我心了 妈 我说的是真的 楚心仍旧是满脸焦急 但冯丽荣依旧是一副坚决不肯退让的模样 就在这时 冯丽荣的背后 传出了老爷子痛呼的声音 听到这声痛呼 众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老爷子 只见 老爷子身体剧烈抽搐起来 脸颊胀红 宛如是烧红的烙铁一般 双眼微微上翻 那眼睛已经全都成了白眼 嘴角更是溢出了大量的白色泡沫 见到这一幕 冯丽荣当时就急了 他扑通一声跪倒 看着老爷子 满脸都是焦急 失声痛哭起来 爸 您 您这是怎么了 您这是怎么了 爷爷 此时 张帆一步跨上前去 拿出一张灵符来 朝着老爷子的美心重重贴去 与此同时 他的口中还传出了一声爆喝 天道存 阴鬼陷 阳人路 无鬼见 祖师爷赐我大规法 天下恶鬼尽消散 斩鬼符 过 不错 张帆寄出的符旨 正是斩鬼符 当张帆手中斩鬼符 落在老爷子额头之时 老爷子的额头上面 闪过了一抹黄色的光芒 下一刻 便听到老爷子体内 传出了一声凄厉的鬼叫之音 听到这恐怖的鬼叫 冯丽荣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苍白 身上穿的花色背心的背后 更是轻格兼备大师 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地面上 只见老爷子头顶猛地出现了一抹红光 一道鬼影出现在了屋子里 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这道鬼影身着一件白袍 不过那白袍却是破破烂烂的 那些破烂为止都挂着干涸的血迹 而且他脸上的魂体血肉 也全都是翻卷起来 不时还为一滴滴的鲜血滴落 他的灰白长袍披散尖头 整个人看起来是无比的猙獰可怖 看到这鬼影 弹错在地的冯丽荣的脸上 是恐惧更甚 下意识用脚蹬着地面 朝后面猛推着 他活了这么大把岁数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呢 雏形的翘脸也是被吓得惨白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之间那恶鬼睁大了他那双血统 满眼愤怒地看下张凡 怒声喝止 小子 你居然敢坏我的好事 你敢死 你本应去阴曹地府投胎 逗留人间已是有为天道 如今又要害人性命 此乃大逆不道之举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自行散去 入阴曹地府 第二 魂飞魄散 张凡这蕴含着浓郁相补之际的爆合之声 宛若是一道惊雷 在整个房间里面炸开 在这阵笼发聩的声响之下 那白袍阴鬼的魂体 居然是 微微地颤抖起来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